中共病毒、武漢肺炎在中國大陸肆虐 糧食安全也成了大眾關心的問題 中國大陸多地已經開始要求農民 確保種糧的土地 保證水田只能種植水稻 那麼已經種植了其它作物的要全部產掉 中共2月5號發布2020年中央1號文件 強調要確保糧食安全、穩定糧食生產 聲稱這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 隨後 各地方政府開始向農戶宣傳所謂的中央精神 有的連夜召集農民開會 有的發出通知 要求把已種植的花生、玉米、蔬菜等其他作物 全部產掉 種植水稻 有山東網民爆料說 剛得到通知 要求把地裡的樹砍掉 改種糧食 多年來 大陸各地方政府為了GDP數據 大肆破壞環境 導致土地沙漠化、重金屬污染嚴重 耕地減少至佔國土面積的14% 人均僅0.1公頃 遠低於俄羅斯、美國、巴西和哈根廷等國家 中國已由傳統的糧食生產大國變為糧食進口國 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 2019年 中國下糧播種面積比2018年減少349千公頃 2018年 全國糧食總產量比2017年減少371萬噸 根據大陸第一農經網的數據 2002到2015年 中國的糧食進口量增長了780% 專家預測 2020年 中國的糧食產量約5.54億噸 但需求為7億噸 缺口近2億 實際上 今年的情形比專家預計的增加了更多的難度 除了前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和當前的中共肺炎給農村帶來的不利因素外 據《財新網》3月11號報導 目前糧食殺手草地攤葉蛾 已侵入雲南、四川等8省228個縣 大約1億畝農地正面臨威脅 同時 沙漠黃也逼近雲南、廣西和新疆 沙漠黃被認為是全球最具毀滅力的遷徙性害蟲 每天可移動150公里 占地1平方公里的黃蟲群 一天可吃掉3.5萬人的口糧 只有80%左右 估計世界性的糧食恐慌肯定會發生 一個是今年的非洲黃災 另一個就是新冠肺炎帶來了大量的農事耽誤 國際上普遍認為 如果一個國家的糧食自給率不足90% 可能會導致社會不安 不足70% 就可能引發動亂 大陸經濟分析師李先生指出 除了目前各國封鎖 無法運糧食到中國外 最關鍵的是 中共肺炎還在中國大陸蔓延 而中共的強制隔離政策 已導致整個社會系統癱瘓 李先生透露 目前學校仍然關閉 小區死了人不敢上報 老百姓待在家裡不敢出門 餐飲店開工不足30% 即便開工也只能外賣 再加上長期隔離在家的民眾沒有收入 即使農村能生產 也無济於事 他說 如果中共3年前就倒臺 死的人會少得多 而現在不只是中共肺炎奪人性命 餓死的也將無法估量 現在便可以選擇工作室 現在已經是 riseible 我本來的實施也要重低 樹派成功雷 這樣也要先打算 有像是歪道 有像是歪道 有像是有像是歪道 我先用歪道 儁密的 我先用歪道